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人古 世间罕见 有古者而未有皮 有皮者而未有骨 世人大多眼孔前写 只见皮相 未见骨相 周生辰 写这个名字总能想起两个人 一个是你 一个是你名字的缘起 我们聊过几次他 小南城王 这个人的故事 让我在广州机场主动认识你 就在过去 连我自己都不敢想象 当时你的第一想法是什么 如果是好的明天告诉我 如果不好 最好说你忘了 大家都说他是权将宁臣 但我不这么认为 所以寻找古籍里的蛛丝马迹 写了这个 关于周生辰 关于小南城王的平身 当然 你这个大科学家 也许更相信证据 不管如何 把它看完 不看完 不许娶我 何为剃骨 只因他一身美人骨 圣名在外 太子偏就要在天下百姓前 剃去他美人骨 想以大成 小南城王一生无妻无子 去与储君之妃屡传隐秘情事 小南城王死后 储君之妃命运 有传闻 他是从王府十丈高楼字役 亦有传闻 他是自京师城墙一跃而下 众说纷纭 终无定论 唯有王府藏书楼内 储君之妃手书整守 伤陵妇为证 流传后世 渐成美坛 他一身风华 竟在寥寥树雨中 深满于世